夏天访蚊大作战 天气变热 脑人的蚊子也变多了 有民众就发现自己似乎比别人 还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中医师说体质就是关键的因素 因为蚊子喜欢丁瑶体温高 代谢差的民众 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人 或是更年期的妇女 还有爱吃冰品的民众 针对不同的族群 也可以用药草中药材 来对症下药改善体质 另外也可以挂上 用八种中药材制成的防蚊包 利用中药的香气来驱赶蚊子 天气热蚊子大菌苏醒发动攻击 你常被盯上成为红豆兵一族吗 中医师说注意你的体质 因为代谢慢的人 他的体温就不容易散热 尤其夏天的时候 太虚身体里面 他的那个内热也会比较重 这个是薄荷叶 薄荷叶的功效是疏散风热 清理头目 体温高代谢差 他总被蚊子锁定 想脱离平凡被盯的噩梦 中医师建议快想想自己的生活习惯 像是常熬夜爱喝啤酒的人 因为压力加上睡眠不足 身体容易慢性发炎 可以用山楂石壶 薄荷菊花开水冲泡降干火 更年媳妇女孕妇 因为内分泌改变 可以用辅小麦 制甘草 百合 玉竹红枣等中药 改善造热不适 夏天到了 昌吃冰代谢不良的民众 可以用党森 粉玫瑰 黄芪 枸杞 制甘草等药材 改善代谢问题 粉玫瑰能促进新陈代谢 药草型的中药材 很适合缓解造热体质 但真的不堪其扰 蚊子嗡嗡嗡嗡 还可以把石昌樸 艾草白芷等八种药材 等比例包在一块 用香气助攻驱蚊 药香 仓谱 金银花 因为这些里面都含有一些天然植物的精油 所以它这些精油 它这些蚊虫 它害怕这些味道 夏天防蚊大作战 从体内到体外 全都不能马虎 介绍强于云林雨 台北采访报导